陈玉珍一行人到廈門溝通小三通 机场会议中 中国福建省三通处跟厦门三通处 口岸办港口局等单位都参与讨论过程 在对岸官员面前打包票准备好了 陈玉珍还在脸书上主张 针对防疫可以把金门当成两岸中间隔离店 在金门完成隔离 台商再透过小三通返回厦门 但是小三通开不开 关键在中国疫情状况难以预料 同样与会的台协会长表示 中国沿海疫情虽有降温 但是必须考虑金门的防疫量能 能否扛得起小三通开放 防疫指挥官王碧胜前往金门评估 直言很有压力 金门是一个离岛 医疗资源 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资源 他相对是比较小 金门只有一家医院就是金门医院 如果没有估计错误的话 应该在这个农历年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疫情会达到一波高峰 王碧胜预警农历年疫情恐再升温 来迎面对威胁 仍主张大开小三通大门 中国疫情不通公开不透明 我们有多少的医疗量能 可以守护 我们怎么样撑得起到什么程度 国人同胞都知道 健康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守护的 外离岛医疗资源有限 要防止成为破口 国民党急着要到对岸谈小三通 但防疫才是症结点绝非一句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三级新闻王家洪陈彦豪 台北超道